有個跟隨的問題想問 剛才浪廣者就著香港的經濟、產業結構有兩張觀點 宋明先生和諾長國博士比較著重提及政府的角色 或者政府的政策 所以宋明先生就著重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產業是一個大家自由去選擇一些不同的企業 但是香港過去也是很長時間被一些外國的組織去平衡一個很自由的經濟體 這方面的確是有存在的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假設政府可能是不在政策方面去做一些功夫落物的時候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的社會問題存在 包括了社會流動性的問題 或者是不同的這些問題 或者是樓價高或者有人說地產霸權 這些都是在一個產業結構自由發展之下會出現這些問題 那麼想問一下這些嘉賓如何去理解這些社會問題 或者是又可以如何解決政府應該有一個怎樣的角色去做呢? 謝謝Colman 其實產業政策是非常複雜的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來說 因為無論是傳統的經濟理論 資家歌學派的理論 或者其他相關的經濟發展 或者經濟增長的理論 其實都沒有一套完整的而周密的經濟理論 是幫助我們分析這個產業政策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當勤者來說 差不多他們說什麼都可以的 他說什麼都可以 他說做也可以 他說不做也可以 那我剛才分析多了一些 97之後的比較積極的產業政策 其實是讓大家理解現在的狀況是怎樣的 不是說我贊成和支持那些政策 其實我給大家看的PowerPoint 裡面也有很多事實給大家參考 就是很多有關的政策 如果我們在這十幾年檢視它的成效的話 我們完全看不到它的成效 也都是犯了很多的嚴重不斷出現的錯誤 錯完一次又一次沒有改善過的 我整體的角度其實都是說 香港作為一個主要的市場經濟 其實政府嘗試推動積極的產業政策 去改變或者引進某一些產業 其實成功的機會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我特別是講重新科技 因為可能早快又有新的局長 梁振英特首特別訪問以色列 又說看看人家的高科技是怎樣的 其實我看香港特別是高科技的政策的話 其實香港已經完全喪失了 這個產業的先機 因為如果我們看南韓、新加坡、台灣 我們不要說日本 它們的新產業政策 它們的新產業政策 它們的高科技政策 其實它們背後是一個很龐大的 我們看到的 它是一個很龐大的軍事工業 重工業 造船工業 化工 精密金送工業 高端的电子工业 还有石油业 有些国家还有汽车业 其实这些全部是高新科技的产业 他们的一个集困 在那些经济已经在以往的20年30年 是启动了和建立了很强的基础 香港是有没有能力 在现在这个阶段开始 去和他们竞争呢 在地域上面 我是比较悲观的 我的答案对我自己来说很清楚 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我们缺乏人才 缺乏工人 缺乏土地 缺乏技术 缺乏市场 市场是很重要的 当然特区政府也有很多的政策尝试 特别是科学员 工业员 也透过大学加强了很多科研的研究经费 但是到现在来说 我们看不到成果 那我们只是会问 就是我个人会问 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局长 就算被他做两任做十年 大家是不是有信心 十年之后 我们是能够有一个成型的 创新科技工业 我是比较悲观的 我简单地回答Colman刚才说 我们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之下 我们也是面对一些社会的问题 土地是最关键的 虽然现在的特首他专场都是 就是房地产业的 他是surveyor来的 但是似乎看上去 这几年他都是没有能力 能够比较有系统地 扩阔到我们能够有用的土地资源 我认为未来来说 无论哪个特首 最重要是能够释放土地资源 这个不只是房屋 无论我们有任何产业的政策的发展 都一定需要土地 无论我们是讲私家医院 无论我们是讲私立大学 或者新的某些科技产业 都是要土地 物流园又是要土地 比较可惜 我们在一个土地的问题上 一直就纏绕着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土地的政策 一定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一般的市民 就算是专业的人士 基本上是没有能力 在这个产业的政策里面 是做到任何有效的处理方法 另外一点我再想补充讲一讲 贫富懸殊的问题 一定是非常之严重 大家都看的数字 Geneco Efficient 2011 0.533 明年2016 就算又做by census 到时可能18年 出个数字又会更高 其实就算是这个0.533 香港这个数字是偏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如果去比较 欧美国家 人家计算是算 total income 即是sailary interest income dividend income rendal income 全部都算下去 香港算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印象 香港如果算Geneco Efficient的时候 是用人口调查里面的income 那个income是怎样的definition呢 那个是sailary income的definition 就是说很多大有钱佬收息 收股息 都没有算下去的 没有算下去的数字 如果算下去 那个数字一定更惊人 一定更惊人 但是这个也补充一点点 我们现在常常引用 World Bank 将香港排第一 就是那个贫富懸殊的情况 是最恶劣 其实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如果我跟美国比 跟中国比 因为它拉坏的 它拉坏的 美国除了纽约 LA,San Francisco,Chicago 可能人工很高之外 美国还有很多州很穷的 但是 如果你一算整个美国的Geneco Efficient 它当然是拉坏的 如果我们要比较 其实我们是一样要比较 然后伦敦,纽约,TOKYO 的Geneco Efficient是多少 有没有看过这几个大的都会 Geneco Efficient是多少呢? 不会低得过香港 如果我们真的看回大都会的Geneco Efficient 是不会低得过香港 所以 香港的Geneco Efficient 其中很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是大都会 大都会的经济结构 就在师兄所说 有一个顶层 你生一个人已经凸出来了 他有多少人才拉坏他呢? 其他外国的大都会有同样的情况 有同样的情况 最后补充一点就是 产业结构和香港社会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我大胆地说 其实关系不是很密切 不是很密切 就是说 就算特区政府如果有一天 能够将创新科技产业的GDP贡献呢? 刚才给大家看的表率是0.7 就算它增加到1.7 如果有一天 等不等于我们的贫富元殊的问题有改善呢? 我大胆地说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所以要改善贫富元殊的问题 是用其他的方法去处理 不是用产业政策的方法去处理 可能要加税 大量兴建公屋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我是做过文协的副主席 做过10年 即是基哥就是我的领导 大家都知道 不好意思 刚才你硬向新闻党卖广告 那我也去跟文协 不是卖广告 现在基哥输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好意思 我只想说 产业政策 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 我们应该分开来看 香港有庞大的财政益益 我们现在的税率非常非常偏低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有更多的资源 无论放在退休保障 促进妇女就业 改善居住环境 我的答案也很简单 一定可以 很简单两句 其实我是非常赞成 施先生刚才所说的那种 香港人应该有那种 独立思维 自由自主 只不过那件事很不幸地 其实三四十年前有 到现在 大家已经慢慢不太记得了 尤其是 包括我也是大学教书 其实同学都不太记得了这件事 而这个问题就不是说 政府需要不需要有一个很积极很主动的 产业政策 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 政府有的时候 都是去回那几个大集团 就不是去到一些真的有需要去 搞创新产业的人身上 这个是 政府介入的时候 那个死结基本上 到现在是解决不了 所以 去回到 亦都是 刚才 罗博士说的 如何才可以重拾这种 独立自主精神呢 最简单就是 其实就是 因为土地政策的扭曲 我要搞新东西的时候 没有地 或者是 就算你搞什么园 什么园 就是刚才说的 物流园 环保园 其实最终也是 不够十家公司 可以进入物流园 就是说那样东西 其实又不是真的 一个创新产业 又是利益多少利益 这个才是 现在的土地政策扭曲 而导致所谓的 产业方向 没有出路 一个就是土地 第二个 我刚才说了 不重复 就是教育政策 也是不鼓励年轻人来 去发展一些创新产业 而是服务原有 一些所谓的传统产业 这个也是 令到大家 不记得了 那个所谓 独立自主的精神 这两个东西 是令到香港 没有一个产业的出路 的主要原因 我也会回应幾句 刚才有说过 关于地产霸权 我自己觉得 香港的问题 指向地产霸权 是简单化的 以前大陆 以为 鬥到地主 人民有幸福 差不多 香港的问题 基本上 和资本主义世界的 主要问题 一样是分配问题 为何会有贫富悬殊 是分配不公平造成的 如果只说分配不公平 分配不公平 出现在哪里呢 我发觉 不是很多人说的 现在解决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就是 搞基本工资 就是最低工资 或者政府的福利 抽税 那些已经是第二次分配了 我认为 出问题 最严重的就是 首次分配 哪些是首次分配呢 就是 社会的财富 首次生产出来的时候 这个产权 应该属于什么人 现在 香港和大佬一样 都是叫股粉制 因为现在社会的财富 生产不同 首裂时代 一个人自己打裂 打到回来的人自己 现在是 用企业 有组织的大规模生产 所以生产出来的东西 现在 只是属于 投资者 即是有股份的人 拿到dividend 但是 财富生产出来 是不是光有资本 投日 就会生产财富呢 不是的 你将笔钱所落 隔万两年后 拿出来 会不会多呢 不会的 一定有人的因素 我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 有人的努力 有人的创意 就是 勞动创造财富 就是说 工作人员 是有份去创造财富 但是工作人员 有没有得分享呢 他说 有啊 那就出了一粮给你 但是出一粮 是跟人力市场的平均价挂钩 就不是跟你生生财富 所以 如果你只要把 首次分配的问题解决 就是 应该让 参与生产财富的人 真正是持份者 是可以分享到 公司的利润 那就 彻底解决问题 所以 现在呢 是资本霸权 我不知道 你们被哪个煽动 就矛头挫指 那 最根本的问题 都不敢面对 所以 我觉得 同学 如果真的要 批判这个世界 改造这个世界 你要先先研究 资本在 这个 产业过程中 在生产关系中 扮演着什么角色 只有扭转了 让工作人员 有机会分享成果 才真正解决 那个贫富懸殊 亦都可以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现在社会 某个程度 经济周期要萧条 就是因为需求不足 为什么需求不足呢? 因为钱 去到有钱人手 就是投资者手里面 他们洗来洗去 都是那块银子 面头那几张 还拼命找 塞在下面 中间都没洗到 什么时候洗到下面呢? 没有人洗出来 就没有需求 但如果你分了给工作人员 穷人很多东西买 你问李嘉诚 有什么东西买 家里什么都有 他不知买什么好 给公屋的 分了很多东西买 所以需求会出现 产能个性的问题 会解决 资金没有出路 要搞一些衍生工具 给人投资 搞到金融海市的问题 都会解决 所以关键呢 是在首次出现的财富分配问题 我建议年青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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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